广发证券跌落AA级神坛 香港子公司采雷遭证监会重罚 2019年8月5日晚间 广发证券发布公告 称收到了证监会对公司的处罚决定 限制增加场外衍生品业务规模6个月 限制增加新业务种类6个月 2019年3月26日 广发证券曾发布一则提示香港子公司重要事项的公告 公告称 广发投资香港于2016年在开曼成立了一支名为潘迪温的基金 基金成立初期主要投资场内股票衍生品 逐步扩展到投资利率产品 外汇产品 以及外汇波动率方差互换 另外 在前不久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评级结果中 广发证券也从AA级的头部券商神坛一月而下 连降两级至BBB级 其中潘迪温基金的亏损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